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94年 政府发布教育统筹委员会第5号报告书 及香港教育学院条例 决定将五所教育院校合并 教育学院正式成立 第一任的校长就是梁志强 教育院成立初期要与多家市区校舍合作 提供教育文憑及再继培训课程 直至1996年 获教资会立入为资助学校 1997年才搬入大埔校园 第二年开办第一个学士学委课程 香港早期多家获教资会资助的大专 包括浸大 理大 城大和领大 90年代中开始 先后获证明为大学 但教育院的证明之路较为崎嶇 2007年 他们第一次向政府申请证明 但两年之后 教资会否决建议 认为香港不适宜成立以教育为单一学科的大学 教院随后回应教资会建议 开办其他非教育学士课程 2014年再闯关 终于在去年获教资会同意证明 去到今年正式改名为教育大学 前后历时近10年 争取大学证明期间 教院亦都是经历了不少的争议 当中最触目的是2007年教院风波 时任教统局局长李国章 希望教院和中大合并 校董会亦被指因为时任校长莫礼士 不赞成合并 而拒绝和他续约 李国章亦被指有份施压 引发有关干预院校自主的争议 究竟称为学院和大学有什么分别呢? 为何要坚持证明? 教院以往是大学联招9间院校之中 唯一没有大学投降的一间 一直都不是大部分中学生首选 修生成绩跑书、港大、中大等教育课程 校方就说没有大学之名 亦都减低了海外学者加盟的意欲 不影响教院和其他海外大学交流 希望得到大学这个名分 能够提升竞争力 今年暑假就会出产第一批教育大学毕业生 无论有没有大学的名字 最重要都是要培训出春风化雨的好老师 今集新闻师傅说到这里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